2023年3月21日 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赠送了一批珍贵历史影像资料 大量画面此前从未披露 这是由原苏联红军从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的影像资料 部分画面记录了七七事变后被日军轰炸后的天津 战机过境 天津城内街道 北宁铁路区等多地惨遭损毁 战后天津之惨状被炫耀武力的日军形容为无完肤之废计 你看这个建筑 天津市政府当时的这个照片是一致的 说明这就是日军轰炸之后的天津市政府 那时候政府的房屋应该是尖顶 那被炸之后呢 它就只剩下上面尖尖的这个凉了 7月29号 日军开始对天津市内的主要轰炸目标进行了轰炸 这个镜头被爆破的天津市政府的一部分 可以通过这个牌子啊 相同的牌子来辨认这是一个地方 市政府的房屋可以看到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 上面有一个那个招牌 那个叫铜生河 铜生河呢 那个总店是北京的 后来在天津开了分店 应该是在天津这个旧城的西北角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军开始加速进行攻占天津的准备 强占天津总站 东站 东橘子机场 西站等军事交通要地 天津局势已微如雷软 整个战斗从凌晨两点大概持续到了下午五点 总共持续了十五个小时 日军轰炸的目标主要有警察局 保安队 驻地 市政府 天津市的电话局 邮政局 这些民用设施 以及南开大学 等于说他把这几个地方炸掉了 天津变成了一座孤城 切断了和外界的一些联系 那么这样日本就可以把天津稳稳地钻在他的手中 日本人撰写的飞行第六十战队小史收录了一位参与轰炸天津的飞行员日记 在1937年7月29日轰炸天津之后 日军于次日对南开大学进行了二次轰炸 昭和十二年7月30日 也就是1937年7月30日 日军再次飞往天津 在天津西南方的抗日共产党的据点南开大学进行了彻底的轰炸 在整个战争史中 尤其是二战史中 我们知道这个轰炸像大学 特别是南开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的大学 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也是震惊世界的 当年的《易事报》记载了天津被轰炸后的惨状 视察各处被炸情形 一片瓦砾 左右前后并纵横人民及保警之尸体 伪装甚惨 其中有半死未至之人民 半接一片身影 无人救护 然而 影片中 日军却以惨象 炫耀其战力精锐机敏 日军他拿出了一些影像资料 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美化 进行宣传 但是到了今天呢 恰恰是为他自身的侵略行为 留下了罪证 八十多年过去了 这些碎石瓦码也许早已引入历史的烟尘 但这场暴行带给中国人民的追星气血之痛 时至今日仍能穿透屏幕直刺人心 罪行昭昭不容忘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照 3 2